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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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5月12號 禮拜二 早上的10點鐘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是呈現一個開低震盪 比較偏跌的一個狀況 目前指數啊 是跌了107點 那當然昨天整個台北股市 我們會發現到 台股呢是佔上了年限 佔上年限之後呢 今天又跌破了年限 那到底這個盤 會不會出現那種 比較漲多 然後呢 這邊是不是高點到了 到底盤市要怎麼去做操作 我們先來講盤市 因為如果說以台北股市來看的話 到底這個盤能不能延續 當然我們要先從 國際股市這個角度裡面 來去做研判 國際股市裡面 目前比較屬於那種 強勢的一個個股 我們用強勢個股來看的話 應該是放在整個高科技股 高科技股呢 昨天呢是在創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那這代表著說什麼 你強勢股還在走強 那比較偏落後呢 的股票呢 照理說應該是放在稻窮 我們就從稻窮的走勢來看 昨天也是下跌 但是呢我們發現啊 這波的一個稻窮呢 他在昨天的時候才站上季線 目前稻窮的月季線啊 應該是在明天之後 應該說今天晚上之後呢 才會月季線交叉 那也就是說哈 稻窮的走勢呢 昨天呢出現下跌 不過是在走整理 所以他沒有跌破月季線的話 這種月季線呈現交叉 然後呢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多方的姿態呢 他並沒有改變 那所以呢如果說我們從稻窮的走勢 跟美國股市裡面的結構來看 沒什麼變化 那你從整個亞洲股市裡面來看 那如果說比較偏落後一點的 應該是放在中國股市 那中國股市呢 最近期呢 他站上季線之後 他也要即將去挑戰年限 那我們會發現 今天早盤他壓低之後呢 到現在為止呢 其實跌幅也不當 那也是站上了季線 所以呢如果說我們從整個 國際股市本身的一個架構裡面來看 比較偏落後的一些指數 像道雄或者是亞洲股市呢 都沒有什麼出現變化 只是說稍微整理一下下 所以呢台北股市在這個時間點呢 短線上面稍微去做一下整理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那尤其呢 今天的盤呢 有個特色就是說 當台北股市今天跌下來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成交量並沒有出現一個 很明顯爆量的一個狀況 昨天台北股市的指數呢 去挑戰年限的時候呢 成交量是1684億 那今天跌下來呢 目前大概在1700億左右 可能中場會再萎縮啦 所以呢在這幾天呢 並沒有什麼量價失控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台北股市如果說 依照我們之前的分析來看 這一波整個台北股市的上攻啊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在520 可是頭部你想想看 5月20號呢 是在下個禮拜三 那如果說你台北股市 從這個時間點就一直往上攻的話 那這地方到了520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麻煩喔 因為你工漲太多了 反而520這地方 接近520的時候會有賣壓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它不是說一次出現上漲 而是漲上去之後呢 會稍微走一下震盪 然後再往上攻 接近520的時候呢 整個指數呢 再呈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上漲的一個趨勢 所以在這一段格局裡面 操作的過程裡面 要先從個股裡面去看 那這地方呢 我們今天的測標是寫說 個股會領先大盤先表態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去掌握什麼樣的個股 它目前是在低檔 可是在低檔的股票呢 它又能夠比大盤先表態的股票 這都是屬於先行的指標 那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不到一些 這些個股的資訊的話 很歡迎各位在這個地方 可以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或者是跟上腳步 因為我覺得 這波呢 大盤的一個攻擊指標也好 輪動指標也好 我們都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4月份 4月底的時候 應該說 4月份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說過 像是華興科 他在 台指4月份結算的時候 他是領先指標 那4月底的時候 我們說5月份的指標 會放在郁金光 好 459塊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在節目裡面說 光學類股你要注意一下 尤其像是 郁金光的走勢 要特別留意 那你可以發現到 當我們講完之後 到今天為止 整個郁金光的走勢 我們是買在這裡 到現在為止 今天都是再創波段新高 所以你會發現 指數沒有漲 可是如果你掌握到對的股票 這地方你是繼續賺 有沒有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 當郁金光漲上去之後 後面不會只靠光學類股在漲 所以反而後面的走勢裡面 我們這兩天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昨天在節目有說 我們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會員去低接76塊3的紅海 也就是說 當你郁金光漲上去之後 低接的全值股 它一定要開始出現表態 昨天紅海的股價 最高已經來到79塊2 那今天稍微跌下來 這個地方已經留下引線 而且今天沒有爆量 我們在禮拜五的時候先做低接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只要掌握低檔 其實你不需要受到一些 短線的震盪影響 所以當整個郁金光漲上來創新高之後 接下來比較低檔的紅卡 當它一發動的時候 我認為 越接近520的時候 後面要漲的股票 就會落在台積電 因為這個地方 是接近520整個互盤 撐盤的一個重心 所以當這幾檔全值股 都會讓你看到 都沒有繼續跌 反而開始慢慢有輪動的話 指數是愈小不易 那這是在全值股的部分 如果說你要去掌握一些 比較偏中低價的個股 我們當時呢 在4月底有跟會講過華金科 因為它禁值31塊 那時候大概股價只有18-19塊附近 而且外資投資 所以我們說 有些個股在低檔 我們建議你先買 那你是我們會員的呢 你放心 我們一次提早佈局 昨天的華興科漲停板 然後呢 到這波的走勢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的會員呢 從18.75到19塊2 這個位置區 還沒有過季線的時候呢 我們去做買進 昨天就漲上來之後 已經兩成了 那到今天為止呢 你會發現到 今天我們的華興科 還是在創新高 所以呢 你會發現 當你去掌握低檔 穩穩當當的去做獲利的話 其實這個盤 你都不用太過擔心 那當然指數走震盪 可能有些個股你去追高的 這地方可能會 有些套牢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們說過 我們要給各位穩健的操作 那下一檔能夠像華興科 像玉金光 在創新高的股票在哪裡 那我們建議各位 下一檔的個股在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這是屬於Tesla的供應商 那這種是本益比不到10倍 而且是低股價近10比的股票 近期也都要準備要再創新高 所以呢 如果說你還沒有把握到這些個股的 很歡迎各位 趕快跟著一起來 那因為正當的盤局裡面 指數不會一直往上攻 它會漲上來走整理 漲上來再走整理 接近520再往上衝 那這一段的格局裡面 只要你掌握到對的股票 你就能夠繼續獲利 那如果說你是去做追高的話 可能你一直都會在等解套 所以呢 這地方我們建議各位 掌握個股領先大盤先表態的股票 這地方你可以賺得很安穩 而且又能夠賺得多 那如果說有任何的需要 跟我們做聯繫 那詳細的解說我們一點鐘再見 今天講解到這裡 一點見 掰掰